曾經有人說過 你最親的朋友往往就在你身邊 沒錯就是他 他是一個馬桶 骯髒、噁心、甚至噁心 都是來形容他 很多人都嫌棄他 但你有沒有想過 在你最有需要的時候 他總會出現 他和你度過每一個音樂的創作 他和你度過每一個快樂的遊戲 甚至和你度過每一個傷身的晚上 他的付出絕對不知那麼少 那究竟你對他的價值又有多少? 這張照片 在富山提供的提供 可以的 哦 你不要跟我說,我給老闆這樣 接 其實我想問他用多久 我都很急事 用這麼冷藏 對了 今天在這裡 退去,退去 退去,退去 退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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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這樣了 好 等我 滿足死 走 沒中打過 嗯? 那 今天有很多波 嗯 好啊 我就說 沒中打過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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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 不要緊 給我拿個尿袋來 是尿袋,不是尿片 我跟你說 我會不會被外面說 看死的 全世界命我都不要緊 只有你命我就夠了 我明天 只有被外面說 我會不會被外面說 對我零眼傷腔 好兄弟 謝謝 多謝你聽我說 他日 我飛往騰達 不會忘記你 今天聊了這麼多 走了 謝謝 好 怎麼搞的 又不沖刺 好臭 我小學的時候 老師叫我寫一篇文章 題目是 假如我寫一件物件 我當時就寫了 假如我寫一個碼頭 班上的同學 好多人都笑我 老師 甚至我媽媽 都罵我 說我為什麼 用這麼噁心的題材 做作文的題目 最諷刺的是 現在我看一篇文章 哼 我覺得寫得挺好 我 喔 喔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